阅读是最温柔的教养 阅读是最温柔的教养 阅读是学习的基础 每当我们翻开书页 就如同开启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 近年来县福透过书服阅读计划 以改善本县55所学校图书馆环境 同时建置54所学校社区共读站 打造优质书室的阅读场域 洗手民间资源 共同成立30座爱的书库 36座英文爱的书库 以及三座数位爱的书库 积极充实各项图书资源 丰厚孩子们的阅读素材 深耕阅读素养 学童音阅读 展现丰收愉悦神情 推动阅读活动 学校应阅读 投入教育希望热情 为什么高豪正在施工 罗山可以过去吗 不行啊 怎么办 扎根阅读教育 家长应阅读 实践共读学习参与 共创阅读愿景 社区英阅读 体现人文素养关怀 孩子是我们的最爱 教育是我们的希望 提升阅读素养 念机阅读教育 打造优质教育环境 丰厚教育资源 破坏教育愿景 成就彰化学子 共创美好彰化 希望成事 彰化音阅读更美 彰化音阅读更好 进取咯 我们要鼓掌鼓掌 好吗 彰化阅读 闪耀磐石 之旨 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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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